本运势参考太阳集上升星座,运势区间,2018年10月11日,白羊座今天跟人争辩是自找苦吃,像被人全心以待,却不想全心待人。 这样的你就别怪没人喜欢,金牛座在团队工作的人,需把个人意识淘汰,有意携手另一半构建美好未来,做好付诸行动的准备。 孙子座今天有跟人若疑若离的烦恼,学会不声不响的关心人,诚实和善计,一定能打动心上人,去协助跟九位碰面的老朋友们有难得的相聚,在另一半的鼎立相助下,困扰你的难题迎刃而解。 孙子座疲惫的身心需要来一次调整,想与怨人一起做什么就尽量去做,免得以后没时间实现才后悔。 孙子座突如其来的压力来了,选择有力的氛围相信一段人告白,可能会就此展开一段恋情。 天秀座自治力一变差,就容易做错事,平淡之处尽显真情。 你与另一半的感情,听得住琐碎生活的考验,现些做经验容易变成制约密发展的枷锁。 单身者,桃花会在不经意中浮现,不过不容易发现,是手座拖延可能给你带来大麻烦,确体具会有力有弊,虽然贴上了有伴的标签。 但有人议论,摩羯座与你不相关的是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有伴着合理的规划,利用时间,可更好的交流感情。 水瓶座位因一切都太顺利就表现得意,恋人交代给你的各种所事,在你看来是小菜一碟,很轻松就能搞定。 双鱼座场序开启直线的视野,另一半阴谋是会害怕你生气,希望你能及时去体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